還有他們家的招牌 火焰燒酒鍋 老闆說他們家的燒酒鍋加入600cc的米酒 不夾任何一滴水 點火乾燒 等酒精揮發之後酒香就留在湯頭囉 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接下來煮雞之後 這個湯頭就變超甜 一個人只要268元 CP值是不是差很高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ki 今天呢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冬季火鍋大廠 因為冬天嘛 就是天冷 然後又常常下雨 所以我一直吃火鍋 所以今天呢 我就特別準備了三間 分別是單點式火鍋 吃到飽的火鍋 以及個人超火鍋的推薦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第一間 22.02 火鍋樂火 是我在台北單點式火鍋的前三名 主打健康樂活的環境 食材都是用有機天然的友善種植 店內甚至還有單賣蔬菜水果 推薦大家可以點他們家的中午超值雙人餐 不但可以喝到兩種湯頭 而且 停 我們的菜全來了 超乎乖 因為我們是點 雙人商業午餐加一個牛的單點這樣 這可能真的一人份喔 這個海鮮也超乎乖 我剛剛以為他就是受動錯喔 我們是雙人套餐嘛 然後他有附 豆腐 豆皮 豆包 然後還有火鍋料 套餐還有送一杯火龍果優格冰沙 我要大力推薦他們家的養生白胃湯和辣尾鍋 貼心的SR 1.02 還特別把辣椒和香料分開 這樣就不會一直撈到香料啦 總共醬料有兩種 它可惜的是你不能自己調醬 但是它有自己的醬汁也蠻特別的 一個是蔬菜醬 一個是胡麻醬 然後胡麻醬裡頭有蒜跟花生醬 因為我剛吃的是培根點 然後它是油脂比較多 可是你家喝蔬菜醬就不會那麼膩 我 我來看看店家最近有沒有冷淡一下 口感比較嫩 它油花很均勻 好好吃喔 好香喔 對 其實它的麻辣鍋 不是那種以嗆辣以辣鍋為主的鍋 就是一個提香感 它豆包超好吃的 清爽甘點的白胃湯 搭上超豐富的海鮮盤食材 煮完海鮮料的湯頭才是真的厲害捏 我們吃了這麼多東西喔 一人四百 四百出口 我第一次又吃海鮮又吃牛 它還有冰沙 對對對它還有冰沙 第二間要跟大家介紹的下部火鍋 除了提供無限量的新鮮蔬果之外 還有提供麻辣鴨蟹 滷肉三杯等熟食品項 我當天點的是他們家的商業午餐 一人299元 雙人餐包括兩份鴨肉飯 兩種湯頭 五種主餐可以選擇 海鮮盤其實不大 所以我更推薦大家 可以點他們家的櫻桃鴨海梅花豬 肉質非常不錯 我家們的很神的是配餐 居然吃鴨肉飯 因為蔬菜還有配料都免費拿 所以我們幫我加一堆 我只有單純的加那個沙茶香粉辣椒 然後沾的是牛奶鍋 我剛單喝它的那個蔬菜湯 就是純粹的蔬果偏甜的那種湯頭 然後牛奶鍋就是在喝鹹牛奶一樣 我選這一家不是因為它的湯頭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增肌CP值很高 從蔬菜種類還有包含它的肉質配菜等等 都蠻喜歡的 我本來想要介紹大家的菊 可是菊 它是肉餅蛋一隻 然後再加上蘿蝦就大概400多 我上次是被它的櫻桃鴨給經驗的 超彈的 今天味道一樣還是很厲害 QQ超大的 我上次也有吃過它比較愛牛 就覺得味道不差 可是你如果吃過鴨跟豬的話 你就會非常喜歡 你看 彈的聲音 第三間我的個人小火鍋新大陸 出鍋石頭火鍋 位於捷運府中站附近 個人鍋的價位落在198元到398元之間 我點了石頭火鍋 用蒜和洋蔥爆炒後 加入用蔬果熬煮的高湯 還有他們家的招牌火焰燒酒鍋 老闆說他們家的燒酒鍋 加入600CC的米酒 不加任何一滴水 點火乾燒 等酒精揮發之後 酒香就留在湯頭囉 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接下來煮雞之後 整個湯頭就變超甜 就是我今天點的燈體雞 然後我現在喝的這個是 爆炒石頭火鍋的湯 它的那個高湯 因為是用水果跟蔬菜熬的 所以比較偏甜 然後為什麼我一定要推大家點它的 雞腿蛤蜊鍋 因為它的蛤蜊給超多 它的蛤蜊給了快二十幾顆 而且是那種小小的 大小還蠻大的 登登 夠大顆吧 我上次很傻 就是來的時候沒有先煮雞 那個米酒味很重 然後就自己不敢吃 還想說完蛋了完蛋了 柴蕾等分 結果加了雞之後 整個味道也都改變了 當天很適合吃這種燒酒系列 配菜系列嗎 雙重補身體 更甜了更甜了 因為它的雞比較耐煮一點 所以怎麼樣煮都是粉色的 對不對 因為它剛剛中間噴汁出來 超嫩 就像在吃燒酒精這樣子 可以把那個米酒的香 可能吸滿 但沒有那個酒精刺鼻的味道 嗯 嗚 這塊豬好好吃喔 嫩度剛好 配上給以前 王子麵 白飯 農粉 或是加十塊的暫體烏龍麵 我們當天兩個人總共536元 也就是說一個人只要268元 CP值是不是差很高啊 你你要不用當英雞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